3月14日,2023英皇电影巡礼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,一次性宣布多个即将上映以及即将开拍的电影项目。 现场大咖云集《星光异议》、《成龙》、梁朝伟、刘德华、张学友、张家辉、谢霆锋等出席,与大家分享台前幕后的故事。 此次即将上映的四部新片分别是《金手指》、《内幕》、《爆裂点》以及《海关战线》。 其中《悬疑犯罪片》《金手指》里的两位主演梁朝伟与刘德华是自电影《无间道》后的再度合作,谈及时隔20年后再次成为拍档,两位均表示此次合作很有新鲜感。 这一次好像是看到一个另外一个人物,对我们来讲,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新鲜感。 其实大家的性格都比较清楚,但是这一次我跟他合作,他演一个比较魔幻的一个角色。 我觉得我看到另外的一部分的两场。 巡礼现场,谢霆锋一连官宣三部即将开拍的电影颇受关注,此外他还解锁了多个新身份,即将担任《新警察故事2》的导演。 在即将上映的电影《海关战线》首次担任动作指导。 其实是前几年的安排,但是今天公布,往参与的这个动作电影其实很多,但是因为这次是我要就是给很多演员们一起去设计的动作,所以这个责任跟这个还是感觉不一样的。 最近看到这么多的非常好的成绩,确实非常的开心。 这种场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天王巨星的前辈们都在场,我觉得是很难得。 随着疫情好转,香港电影产业复苏,不少香港电影在本土开拍制作。 香港导演林超贤坦言,在香港拍戏有一种回家的感觉,此次来参加电影巡礼,看到众多香港电影人齐聚于此,让他觉得非常温暖。 有一点家的感觉嘛,在香港拍戏,尤其是我们熟悉的街道。 对,一百多人都不到,然后大家很热情地去一起做一件事。 所以经过疫情之后,这个再开始,你想今天在会展这里见到这个场面,我相信我们圈里面的人都说,我们很久没有见过这种场面,而且大家见面一种温暖是跟以前都一样。